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张自忠是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国民党的陆军中将 生于光绪十七年代的张自忠 见识到了旧社会的黑暗 辛亥革命爆发后 张自忠前往了北洋法政学堂 认识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思想 并在当年秘密加入了同盟会 投入了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之中 张自忠并非只上谈兵之人 连移战役 随早会战 东系公事这些大型战役中 都有着张自忠的身影 但不幸的是 张自忠最终牺牲在了早一会战 此时正值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 蒋介石已经迁都重庆 日军为了切断重庆的伏给 发动了早一会战 人数有三十万之中 张自忠亲自率队前往 但在十四日时 不幸落入了日军的包围圈之中 当时张自忠身边只有一千五百余人 但日军却有六千多人 张自忠且战且退 经过两昼夜的激战 张自忠率部撤退 到了南瓜殿的十里长山之中 日军用飞机大炮对张自忠的部队展开了疯狂的轰炸 轰炸过后 面对的是日军发疯一样的进攻 在一晚上的时间里 日军一共发动了九次集团冲锋 张自忠最后打的 只剩下不到七百余人 张自忠将自己的卫队调去了前方 到第二天下午 张自忠的部队只剩下了一百余人 张自忠左臂重担 仍坚持指挥战斗 最终张自忠部全部阵亡 张自忠也牺牲了 张自忠的本部都已经全部牺牲 其余部队无法联系到张自忠 以为张自忠陷入了包围圈 时间过了两个多月后 张自忠牺牲的消息才传了出来 张自忠的妻子李敏会听文后 十分平淡地对身边的人说道 张自忠被国家战死疆场 我不难过 我虽然是一个妇女 也应当有份 李敏会将所有的家事交代给了自己的弟弟 然后平静地走入了房间之中 锁死了房门 绝世七日 随张自忠一起牺牲 此时李敏会只有五十岁 李敏会死后 他的弟弟将其尸骨和张自忠的尸骨一起埋在了南京的梅瓜山下 听到这个消息的人 无不伤心落泪 一寸伤和一寸血 十万青年十万军 李敏会随时弱女子 但是去他自己的丈夫牺牲之时 用最响亮的声音告诉人们 我一个妇女 应当有份 国家兴亡 皮肤有则 当日本人入侵时 就意味着同整个中国人民为敌 只要中华民族还有一人存在 中国就永不灭亡 日本的失败 只是早晚的事情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原来的知识